純欣凱說到時候可以換新卡可以開心 我跟你講其實不好 因為到時候真的很麻煩 有的時候像我去年8月就是中天的事件新聞事件之後 其實因為有很多人就是 我還好心就拿我的卡到時候 那非常幸運的就是說 中信 他都幫我把所有的問題都處理好 但是有一些比較有問題 他還是有寄一個整一款的書 要給我去簽名 還要再拍照回傳給他們 其實這都是 會讓你覺得就是 心裡面覺得不舒爽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很多程序要去處理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能夠盡量不要倒刷就不要被倒刷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你生活會過得比較開心 雖然那真的不是我刷 但是呢 銀行去處理這件事情 才能上花時間跟心理 最好我們就是 善盡職者就是把我們的信用卡的資料都保護好 這樣不要讓人家有機會有機可乘 這樣是最好的